大家好 我是邱子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带小六来摘树子 我们到树子树下面了 小六但是这树子树太高了 这么小个的树子吗 对啊 我们这个叫了鸟树子 就一口可以吃一个一口可以吃一个的 甜了吗 甜了 不会四口吧 可能会有一点 因为如果全部熟透了的话 它就会掉下来 这个你得拿回家放上一两天才能吃 那现在看看地下有没有啊 地上没有 地上掉下来都让鸭子吃了 你说你上去吗 这么高 没事 别上去了 没事 没事 我可以上 可以上吗 这么高 你不要来 来这里 你在这边 不用你扶 不用你扶 你扶的话我可能不敢上 好吧 好 这个真是六啊小六 加油 不行不行 有点抓不紧 下面的赶紧缠着我的脚了 小心小心 哇 好 真厉害 我看她紧张了 你小心点 你比我厉害多了 小心点啊 嗯 好的 还能上吗 在想咯 能啊 好对我 小心那个你扶着那个枯子 我小时候就 经常爬到树梢上面摘 摇一下 你摇就掉下来了 这样就烂的 一倒就烂了 你把它压过来把它折断了 没关系 它明天还会长的 好的 小心 小心 一面里来回来 回来两面两口 啊 把你接出来 丢丢丢丢丢 丢丢丢丢丢 啊 我看一下熟了吗 熟了 熟了 可以吃了小六 啊 可以吃了 可以吃吗 嗯 有的 那我先在树上面再摘一个来尝一下 小心 小心 先弄一个试一下 不会色吧 舅舅 你先尝一下找一个柔一点的 这个有点软了 你尝一下 给我射就不要吃 看到里面好像是挺诱人的 软了 甜吗 甜吃甜到是有点色 我也来尝一个 这是小六摘的 小六这个也没熟透呢 是吗 就没熟透 熟透是怎么样的成物呢 透亮透亮的 它熟透了那果肉是有点透明的 我吃的肉汁有点麻的 嗯 有点夹 我们说有点色 有点夹 我感觉也好 接住了 小六 你小心点 那个柿子树是比较脆的 好的 我把这一个掰上来就不摘了 好 哇 这一只好 这一只好 接住了 这个熟透了 爬树还是比不上小六 小六别摘了 别摘了小六 好脆的 你看我们村里面老人都在看你 他说好惊险呀 小房咬门口见面不要模板了 对呀 你太厉害了 你看我们村老人 爬在楼上看你 这个是我们很少有人爬上去的 虽然把这个枝掰下来了 但是它来年还会长出新的枝头来 这个没事 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小柿子全部收到筐里面 就要回家了 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